很多護主都會問,裝修分段收費怎樣付才是合理 4321 2341 還是2431 才好呢? 其實這個數字一點都不重要 他拿了你兩成,清拆完之後不見了人,你都蝕不少 所以重點就是,每一期究竟何時付 譬如說,有些護主發覺傢伙未來到,他就要付195 或者可以簽的時候,明明一開始好像第一期是付少一點 覺得安心一點 但他沒有留意到,原來後期是傢伙到場之前他就要付 這個問題就是,你簽的時候沒有留意到條文 然後到時就會後悔 如果你到時才改,就會令雙方收費預算 最後一期都是常常誤會的 員工後付款,什麼叫做員工呢? 員工就是給你鎖匙,可以合理你入伙 不會有很多東西阻礙你入伙 這個狀態就不是整理完成的狀態 但有時候未搞清楚,到最後就會來爭拗 還有什麼叫做員工後呢? 後一天也是後,後七天也是後,後十個月也是後 所以員工後付款都是一些不太清楚的條款 通常要是員工時付款,要是員工後七天內付款 要是員工後一個月內付款 看看公司的寫法,簽了就是了 後來enschule під付款 後一天就 отibo 後一天也就了解了 後一人工後 都沒難把 後一人工後 在下面這裏 後面 Vietnam 後裏後 後來 谢谢观看